最近消息来关心印度变种病毒来势汹汹 4号英国单日新登确诊病例数超过了6000例 这创下了近期的新高了 英国卫生大臣表示 印度变种病毒的传染力 比英国变种高出4成 疫情难以控制 原定在6月21号要解封的计划 外船恐怕要再延长两周 从Margaret Keenan 第一个人来接受疫情 目前英国至少接种一剂的人口 占百分之六十 英国首相强森亲自当起疫苗 推广大使 上个月底连自己接种第二剂前 都不忘趁机宣传 5月英国每日新增确诊人数 几乎没超过3000人 但在印度发现的 Delta变种病毒来势汹汹 四号新增病例反弹冲到6140例 创近期新高 较前一周增加超过六成 Delta变种病毒的传染力 比Alpha变种高出四成 让疫情更难控制 原定本月21号松绑防疫封锁 有限制的决定 英国卫生大臣坦言恐怕不能如期解封 传出可能再延两周 专家发现虽然近日确诊人数大增 但住院和死亡人数并未明显增加 显示疫苗似乎能阻断染疫和重症间的连结 首相强森也敦促G7领袖 2022年底前让全球接种疫苗 英国也有意释出多余疫苗 帮助全球抗疫 是另外一位编译